按右鍵嘛,不是把它複製,這應該沒問題,我看同學這個複製圖層都沒問題 但是就是說那個在變顏色的地方好像就會出問題了,白 送春白 然後呢,記得哦,點這邊,這根點的時候記得哦,按右鍵有沒有 選取像素,這個好像同學就卡在這裡了 記得是點這個圖哦,不是點這邊哦,點這邊,按右鍵,選取像素 然後利用編輯裡面的填滿,填滿裡面有沒有,白色按確定 然後用鍵盤1234,1234,好了 那再把這兩個怎麼樣,按序的鍵,連結,按右鍵,複製圖層到102裡面按確定 好,這樣就過來了,再把它移到哪裡,移到這裡 應該沒問題啦,剛剛好像會的同學一下就做完了,那有問題的同學一直卡住 好,反正就是細節,那個選取像素那地方可能比較容易出錯 再來的話呢,新年快樂 第一個要先做一個菱形 然後呢,再複製一直複製,總共會有四個,再把字打上去 那菱形怎麼做,題目裡面是講說,要做什麼呢 請先自行建立一個新的圖長,28乘28 然後把它填滿這個顏色 再縮小,85,旋轉45度,複製四個 OK,應該大家知道它要做什麼嘛 所以第一個先新建一個新的檔案 這個名稱叫什麼,不重要,你要衛命沒關係 或者打一個,如果你要給它一個名稱,你叫菱形好了 好,然後呢,它是28 記得是像素,乘28像素按確定 不過呢,我們不是要白色的 我們要什麼顏色呢 我們要是編集填滿 什麼顏色呢 這邊有一個顏色,那它是要多少呢 剛有三個數字嗎 237 237 28 28 36 好,這個顏色的按確定 再按個確定 顏色有了 第一個部分完成 可是呢,特別注意喔 不是在這邊旋轉 也不是在這邊變形 在哪邊變形呢 過來之後再變形 那怎麼把它過來喔 第一個 請你先把它全選 那全選的方法喔 你當然可以用這個 這個有沒有 這邊不是有個矩形 整個選一下嘛 不過我覺得這個比較 也是一個方法啦 或者是說 很簡單 Ctrl加A CtrlA 有沒有在 這樣握的裡面 CtrlA就全選了 CtrlA 要不然你可以講 如果你不會CtrlA啦 取消選舉 用這個也可以啦 那怎麼選 從頭到尾把它選起來 這樣應該會吧 用什麼 用那個矩形的方式選 選完之後做什麼 很簡單 CtrlC 再來怎麼樣呢 切過來 CtrlA 應該會吧 CtrlC CtrlA 然後移動它 怎麼移動 點這個移動工具 移到哪裡 移到這邊 不過特別注意喔 移過來之後呢 你會發現它叫圖層1 那我可以把它 重新命名它叫01好了 為什麼 因為等一下有四個嘛 那就01 020304 這樣很簡單喔 好那怎麼去把它做變形 因為它說它縮小 成為85% 然後並且旋轉45 並且複製四個 那這個怎麼做 第一個 把它縮小 Ctrl加T 還記得吧 我剛剛不是講說 CtrlT非常重 因為經常使用 第二個呢 請你把這個鎖起來 100改成85 好 那旋轉角度在這裡 有沒有這個有個 角度嘛 45度 有沒有發現 旋轉的對不對 記得打勾喔 Ctrl T 85 45度 打勾 好 01就完成了 那位置應該在哪裡 自己再喬一下 我看一下再放在那個 村的那個下面的旁邊這邊一下 大概這個位置吧 OK 反正就喬一下 好大概這個位置 接下來就這個怎麼樣 把01按右鍵 複製嘛 還記得 複製02 反正這第二個 但是它會疊在上面 所以怎麼辦呢 02這個圖層 請你往下搬 然後讓它連在一起 至於年多少 可能切過來 大概差不多這樣子 大概這個 再連這樣 然後再按右鍵 再複製圖 03 那把這個 因為03是02複製 所以這個 這個圖層 啊這樣子 按右鍵 再複製 04 反正四個嘛 01020304 然後往下 應該有對齊了吧 有歪歪的嘛 好像太過來一點點了 沒關係 把這四個 按續個鍵 按右鍵再怎麼 連結一下 可以一起移動 好移動 大概差不多這樣吧 好 這樣的話就完成四個連型 那字怎麼打上去 其實很簡單 這邊有一個 T 有沒有看到 T指的是打文字 但是它預設是水平的 垂直在哪裡 按著不要放喔 它會跳出有一個是 垂直文字 好 那這個部分 等一下再來看喔 因為我這台電腦 經常好像記憶體不太夠 哎呦 在這裡 垂直喔 有沒有 那垂直文字呢 點擊之後呢 上方會有一個 這個面板 你可以把它叫出來 那裡面的話 題目要我們做的動作 其實就是 標凱體 20 所以大概幾個動作 一標凱體 20點 水平是90 間距是440 顏色是這個 記起來嗎 OK OK吧 反正就幾個地方嗎 如果忘了沒關係 先回來看一下 所以我們一個一個來 第一個 標凱體 OK 第二個 20點 第三個呢 就是 這邊有個垂直 它是水平 水平 它90 所以特別之外 如果你不知道功能 有不要放上去 它好像會告訴你 這是什麼功能 有沒有 放上去它會有個功能 告訴你 水平 這個是水平 另外的話 還有個間距 間距應該是哪一個呢 應該這一個啦 這個應該是 440 所以輸入440 顏色的話呢 輸入多少 253 然後呢 我記得最後一個是0 我也記得是0 0最好 這個是什麼數字呢 208 OK 好 208 好 這顏色 208吧 OK 按確定 好 在這邊打字喔 就是先調整好之後 再把游標停在這邊 打什麼 新年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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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這樣就完 完成好 記得喔 這邊有個打勾對不對 打勾一下 特別是喔 打勾之前 我現在回復一下 1 2 3 4 5 其實題目上面就叫你做這些啦 反正你就找一下功能 應該可以找得到喔 好 最後呢 把字打上去 然後記得打勾一下 打勾 這個 其實就可以把它關起來了喔 那關起來的方 你可以把它 縮 縮小 或者是說你這邊可以把它打叉叉 把它關起來 誒 字怎麼不見了 超高 好 這個面板 記得最後打勾啦 新年快樂 應該是我 是新注印的關係 Enter一下 把它打勾一下 好 字都打上去了 然後呢 位置可能不太準 沒關係 用移動工具 怎麼樣呢 慢慢再把它往上一點點 但如果用滑鼠移太多對不對 沒關係 鍵盤 向下一點點 你會發現鍵盤可以微調 剛剛好 新年快樂 那如果未來 你要把 這幾個圖層 放在一起 這個好像這個圖層是多的 把它移到垃圾桶 丟掉 可以把新年快樂 跟 底下這四個圖層怎麼樣 再按右鍵怎麼樣 再把它連結 以後呢這四個 你會發現這五個 就會一起移動了 這樣的話 就完成我們要的結果了 看一下 幾乎一模一樣 完成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試一下 主要是根據那個題目啦 反正題目上面怎麼做 你就照著做就可以了 只是說有一些細節 可能動作或許要稍微再熟練一些 主要利用這些範例題 就是讓大家慢慢熟悉 以後呢反正處理影像的部分 大概的流程 其實大概就是這樣 可以做出一個海報 或者是卡片 賀卡 反正這些都是很輕而易舉的事情